方法一是用REPD加LEN 刚刚没改过 第二的话是用TEST函数 这个地方我们用TEST函数做 两个方法 比起来的话TEST函数似乎是又简化许多 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多知道一些函数 好处就是说你可以找到比较简单的解决方法 有时候可能你只知道某一个 所以你就一直用那一个 那个可能用很复杂 你也没别的方法 那第二个是说如果你每天都要输入这些公式 然后重复做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不要重复做 假设我今天做过一次 我希望把它记录下来 下一次变成一个按钮 按下去自动完成 自动清除 这样的话有什么方法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就是说 请你把这个工作表一样拖拉过来 拖拉 按住它拖拉之后的话 把它再复制一个 拖拉之后按Ctrl键 Ctrl键按住它会有个加号码 放开这边又多一个 两边是一模一样 这等于是复制一个一模一样的工作表 把这边改成用锯集好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 如果要拽写VBA程式之前 可能还是先了解一下锯集好了 因为锯集的话它的好处是什么 它完全不用写程式 是有自动帮我写出来程式 OK那要怎么录制 首先的话呢一样 可能你要这个地方先做好 这两栏也许不用 这两栏也不用 那什么叫录制聚集 就我刚刚讲的 你将来可以变两个按钮 按下它自动完成 按下另外一个清除自动清掉 可是目前这两个按钮不存在 我要把它变出来 并且可以让它walk 那怎么做 一请记得 先把那个录制聚集的功能叫出来 因为你目前可以看到 上面好像没有一个 一个功能叫开发人员 为什么 因为那个开发人员是隐藏的 所以你要怎么样把那个 叫开发人员那个标签叫出来 一请你在这上面有个箭头 找到之后呢 其他命令 OK 这边找到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 点击其他命令之后的话 打开它有个视窗 接下来请你找到那个 制定功能区 上面这里 特别注意哦 原来在这里 点击这个制定功能区 请你把这个开发人员 它原来是没有打勾的状态 请你把它打勾 OK 因为它这个功能 其实一般是不会打开它 一般人不会打开 除非说呢 你要去做什么呢 开发人员的事情 你才把它打开 所以其实不明是你打开它 你打开它之后 你要有心理准备 就是你已经是成为开发人员的开始 不然说一般人不会打开这东西 那像之前我有问同学说你为什么来上这个课 他说因为我旁边的人全部都有这个开发人员 而且按钮很多 我一个都没有 对不对 所以他想说为什么他们都这么厉害呢 每天都按按钮就事情就解决了 我都不会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同才之间也会有竞争嘛 那你如果效率跟不上的话 你一定要把这个好好学 其实这是真的很 很必要的啦 因为你工作上面不会这些东西 你真的效率就跟不上别人的脚步 而且老板会觉得 你怎么会事情做这么慢呢 其实你真的没有在拖懒 实际上是因为主要是因为你不懂这个这个技能 ok 如果你因为这个技能 其实很快事情就就交差了啦 ok 像我以前刚好颠倒 我老板会觉得你怎么什么东西 才跟你讲你的东西就给我了 不过有些时候在公务机关 他反而觉得你有点不合群 他眼神告诉你说你晚一点交没有关系 我说好没关系我会去 所以后来我就离开那个公务机关 我觉得这不是我要待的地方 因为我希望能够做快一点的事情 然后所以效率如果你要提升的话 第一个你要先把开发人员标签叫出来 第二个的话呢 你要慢慢习惯未来我们会需要用到的功能 首先呢聚集有没有 这个区块 最重要是录制聚集 录完的聚集会放在这个聚集的清单里面 那其实他录完的东西其实就是video basic 其实就是帮你写程式到前面这里 不过我们暂时还没到这里 我们先学会录制聚集 产生我要的那个程式之后 让他可以重复执行 再来就了解他里面到底帮我写什么 ok 所以首先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如果我希望把刚刚的动作全部变成按钮 那我们大概会有两段程式产生 在云端上其实也有啦 那我刚刚的动作这边其实也都有把它拍照下来 所以你也可以从这边参考 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画面 从这个开发人标签把它打勾 那首先我要录两个按钮 这两个按钮的话呢 一个叫做手机号码串接好了 一个叫手机号码清除 那我首先第一个要怎么录制 录制之前请各位彩排一下 我先彩排过之后再开始录制 一游标先放在这里 二把它打个勾 三的话呢让它向下填满 这样就完成了 完成什么把公式加进去 那就完成第一个按钮 第二个按钮是什么 游标放在这边 把它整个选起来 整个选起来的话 你可以用快速键 Ctrl Shift 向下 Ctrl Shift 向下 是向下选取 当然呢 有同学是比较习惯是滑鼠这样选 不过 这样实在太麻烦了 而且很容易选超过 然后又要拉来拉去 所以建议啦 以后要记快速键 Ctrl Shift 向下 这样的话呢整个就向下选取 然后按Delete就清楚了 OK 那可是问题我如果每天都要这样做 那我可以怎么样 把它录制起来 它会帮我把程式写完 那我可以把它变成按钮 就可以按下它 自动帮我完成刚刚那两个动作 那怎么做哦 我刚刚已经把它彩排过 那我们现在呢 要开始 来 录制聚齐了 所以游标先放在外面 任何一个地方 接下来呢 我就按一下录制聚齐 那它会问你说 你的那个聚集名称要叫什么 比如说我的名称叫 手机号码串接好了 不过不一定叫这个名称啦 你自己取别的名称OK 好 不过呢 你按确认之后的话 请特别注意哦 你后面所做的任何动作 它都会帮你记下来 所以呢 记得我刚刚为什么要彩排 就是说你不要做无谓的动作 不然的话 它也会全部帮你入进去 所以呢 我们就按照标准化流程 按确定之后的话 一 请你把游标放在一式储存格上面 那它就帮你入一行程式 叫什么 Range14.slate OK 第二个的话 游标放在上面 打个勾 第二个动作 我建议你就尽量标准化 你不要做多余的动作 OK 打个勾 它就帮你又 入写一行程式 就是把这个formular 这个程式呢 丢给这个储存格 那它公式就进来了 那再来的话 第三个动作就是 让它向下填满 完成了 其实就是三个动作而已 完成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停止录制了 那我就录好 叫手机 号码串接 这个聚集 那按钮还没产生 第二个按钮 不过你想说我要试试看 有没有办法完成 我先把这个资料先清空一下 那你如果想知道 那个刚刚做得到 有没有成功的话 你可以从那个 录制聚集旁边这边的聚集 有没有 就是你刚刚录的东西 然后你可以怎么样 按下执行看看 如果按下执行 它会按照你刚刚录的 又重做一遍的话 那恭喜你表示对了 那如果你发现RUN不对 那可能就要NG重来 重新录制了 有没有OK 那试一下执行 有没有 又恢复了 有没有 但是我希望多第二个按钮 是什么 所以在录制按 录制第二个按钮 嗯 不过我游标先放旁边一下 录制之前你可能要 也是彩排了 那第二个按钮 要手机号码清除 不特别注意哦 其实录制聚集 并不困难 但是真的要很小心 因为多的这个程式 尽量不要有了 然后那个步骤呢 反正你就step by step 按确定哦 那所以尽量彩排过 所以我们按确定就开始哦 一 游标放在 一样放一次 跟刚刚一样 二 刚刚是打勾 现在不是哦 Ctrl Ctrl鍵按住 再加Shift 再加向下 其实Ctrl向下就方向 Shift只是选取 OK 然后再Delete 按Delete键 好了 完成 三个动作就好了 所以都三个动作而已 停止录制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先执行串接OK吗 OK 再执行清除OK吗 也OK了 所以呢 所以我们已经录好两个按钮了 不过现在按钮没出现啦 因为你直接只能从这边去按嘛 可是还是有点麻烦 还要再切到开发人员 然后再切不好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我可以把刚刚那两个按钮 那两个功能变成按钮的话 你可以到呢 这个地方哦 特别说一样开发人员 过来这边有个插入哦 OK 然后呢 找到那个第一个按钮 这个就按钮哦 那怎么样把它按钮变出来 记得哦 点这边一下 再点这边一下 这个时候呢 它有点像小画家那个 嗯 好像一个什么矩形之类的 按住不要放 往那个 右下角 那大小就自己调整啦 你要大X都可以啦 手机上面就一个很大的按钮 接下来呢 你就 他会问你说这个按钮是要连接哪一个句集啊 那你就说啊 我要连接这一个 那并且呢 我 我把上面的这个文字复制一下 那为什么要复制哦 待会就知道 按确定 因为上面是叫按钮1 如果你要再打一次那几个字 也有点麻烦 所以我的习惯是复制之后贴上就好了 好OK 那它就会怎么办 按下它 就可以了 另外一个的话 一样的方法 再拖拉一个 然后呢 再做 它就是对应到 刚刚录制这一个 然后你可以把上面的功能复制一下 上面的文字啦 你可以 就再点这边一下 把这个 贴上就好了 那这样的话呢 点旁边一下 清除 OK 功能就有了 以后的话 你每天就按按钮就好了 就完成的事情 对 不过聚集只是 聚集录制只是初步啦 因为你什么事都没写 但是就可以有自动化 可是其实它弹性比较小 很多地方可能就是固定的 比如说你那个列数啦 还有什么有些都固定 没办法改 那如果有些 前面有些东西改了 那怎么办呢 你要判断或什么 所以后面还会再讲VBA 那请各位试一下 一 请你把开发人员 所以其他命令 记得 制定功能区这边打个勾 二的话呢 彩排过一次 你就把 刚刚这个 工作表按Ctrl鍵 拖拉过来 然后呢 试着把那个彩排过之后 再按录制聚集 那步骤的话 我是建议 如果有些细节 不太了解的话 可以参考云端白板这边 一 二 三 其实都三个动作而已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